出身于政治世家的张家俊 从小就看着当时担任议长及县长的父亲张荣卫 与立伟姑姑张立胜 凡是亲力亲为地照顾云林县乡亲们 并在受惠民众脸上看到笑容 成为生殖在他小小脑海中的美丽记忆 因而立志做大事 传承父亲的精神继续为您服务 我看到我父亲不管是赤脚来 或者是穿着皮鞋来 各式各样的乡亲 他都非常热情地欢迎 我也感受到他服务的那种热忱 我觉得透过服务的过程 包括担任老人志工啊 在社区服务啊 我都得到非常大的欢喜 从小就十分有主见的张家俊 为了学习国外的政治文化与制度 当时年仅13岁 便和家人要求到英国求学 尽管语言隔阂且人生地不熟 在身处异乡的许多夜里 枯湿了棉被 张家俊凭着学成归国 要服务台湾乡亲的意志力 坚持了11年的光阴岁月 会有很多不适应 包括语言困难 但是我觉得这些困难呢 其实都变成是 好像我这个人生的那个维他命啊 就让我的人生更丰富 然后更懂得去体会别人的辛苦 由于受到爸爸姑姑的影响 正在第一线为民众服务的工作 成为张家俊的志向 从英国取得南汉普敦大学 国际关系硕士学位法国后 担任姑姑张立善立委的国会助理 以健贤思琪为首任学习目标 其实我姑姑跟我父亲 是两个非常不一样的服务风格 在担任她立委助理的期间呢 因为处理选服啊 因为了解法案啊 然后更去了解说 原来一个好的民意代表 一个认真的立法委员 其实是可以为社会带来 很多正面的影响 在经验累积的同时 张家俊倾听到许多基层民众的心声 进而更了解民众真正的需求 确实拉近了官民直见的距离 2008年 2012年 连任邓选云林县立法委员 娇小的身躯 却肩负着全云林县 七十几万人的寄托 我一直觉得说 担任立法委员 是一个政府跟人民的桥梁 那绝对不是说立法委员想要做什么 然后去推动 是我们的民众需要什么 我们的民众想要什么 什么样的建设 什么样子的事物 能为我们地方带来进步 对于我来说做这个工作 我非常喜欢倾听民众的声音 云林县向来以农业代工产业为助 在张家俊的大力推动下 云林争取到七亿四千余万元的经费 投入农村再生计划 让传统的农村得以注入新的活力 在比较属于农产促销或是一些培育技术 栽子技术的推广方面 水利设施 集水排水这些设施 还有产业道路方面 我们张家俊立委 在农委会这边也跟我们大力的帮忙 为了留住青年裁军在地就业 张家俊积极推动产业转型 让云林县的传统产业 能够透过品牌行销 跳脱传统代工成功转型 并协助经济部工业局 推动MIT标章展览会 让世界看见台湾 就是我们一整体的毛巾业者 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推动 包括在MIT的加持之下 因应贸易自由化 包括产业创新条例 在这方面会因为有委员的帮忙 还有很多产业界的努力 在工业局的一个辩策之下 辅导还有纺织所 所以我们就受到政府很多的加持 清明的张家俊发现 年轻族群的想法 尽管天马行空 却是带领云林展开新气象的 重要关键 因此他着手创立 云林县六加七青年发展协会 希望透过青年的火力 带动云林全县的发展 很希望聚集留在云林的这些青年人 大家能够互相交流 互相分享经验 除了连结大家之外 大家一起做公益 大家一起成长 为云林乡亲服务了六年 张家俊的热忱却丝毫没有消减 对于明年度的服务计划 早已着手规划 肩负着威民喉舌的使命感 他的脚步将尽许卖钱 不仅深根地方 更放眼于国际 新年新春喜洋洋 云林家俊来拜年 国际青年有朝气 福务乡民充第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